因为我们经历了两次战争失败 一次鸦片战争 二次鸦片战争失败 这个时候战争的失败 促使中国的金银城 要学西方 所以就有了洋务运动 但是非常可惜 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 一个是内部的效率不高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 日本跟我们一起学的 也是1860年代 其实他学得比我们好 结果这个家伙很坏 学好了就打我们 知道吧 把我们打败了 打败以后我们不是割地赔款吗 然后现代化的资本就没了 我们就停顿了 而他借我们的赔款 他从轻工业上升到中工业 就把我们甩开了 这就是我们对 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系 第一次不要 第二次要没要着 但是我们还是很幸运 我们这个国家 第三次我们要着了 1946年计算机革命开始 1949年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国家的能力很强 对部吸取资源能力很强 外部保卫国际的能力很强 然后安心地搞现代化 那么经过40年努力 新中国有了一个伟大的成就 就是把用70年时间 把这个国家 从工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这是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 这70年我们把西方 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全学到手了 怎么学呢 先学苏联 再学美国 就是俩超级大国 就事实上最好的俩老师 我们全学了 然后我们现在 三次工业革命的东西都到手了 我们今天能力 处在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 而现在又处在 网络的最新的阶段 叫武器这个阶段 而在这个阶段 中国还是反超了 是不是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后果了 由于我们这70年 实现了工业化 而且在计算机革命的 5G阶段反超 因此 未来 我们正在迎接到来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就有资格跟美国 同场竞技了 这是不是近代以来 头一次 是不是 过去工业革命 全是西方垄断的 这一次不是了 是吧 这就是大变局的第三含义 最后一个 就是新的全球治理 有全球化就有全球问题 有全球问题就有全球治理 那么过去全球治理 全部是西方主导的 是不是 但是进入到本世纪 尤其是进入到十八大以来 中国开始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 几乎所有全球问题 都有中国方案吧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变化 这四个星 讲完了 大家就知道世界就是变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变化应该讲都跟中国有关 你们体会一下 四个星是不是都跟中国有关 那么为什么跟中国有关呢 因为我们中国在过去70年实现了工业化 这个是我认为是当今世界最伟大 最重要的事实 我刚才讲过 我这里再讲一遍 近代史的本质是工业化 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大机器生产 唯一托的现代制造业 在工业文明时代 制造业就是立国资本 谁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 谁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 谁没有现代制造业 人再多 钱再多 你是被人家羞辱的 你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上 今天的中东地区 天天用案例 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这个道理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史学观察 现代化的本质 工业化 工业化的核心是现代制造业 谁有现代制造业 谁就有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立生资本 但是有个事实要强调一下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掌握现代制造业的 联合国冒发会议的研究告诉我们 人类成系统的制造业 90%都集中在北温带的三个地区 东亚 西欧和北美 全部集中在这儿 旁边还有南非 巴西 印度有 但是它是给我们补充 它是依附型的 独立的制造业体系 就在北温带这三个地区 东亚 西欧 北美 而这三个地区有多少国家呢 就二十个国家 知道吗 全球政治实体是二百个左右的国家 只有十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掌握了 现代制造业 其他没有掌握 十分之一的国家很少的 然后呢 它们集中在三个地区 都在北温带 东亚 西欧 北美 然后后面就两个文明 东亚后面是鲁江文明 西欧 北美后面是新教文明 这个事实有点残酷 但是它是重要的事实 不能回避的 但是我们中国很幸运 我们实现了工业化 谁让我们实现了工业化 是新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下面还有一个史学观点 我认为中国的历史 必须以四九年化解 因为四九年以前 我们是农业文明 四九年以后 才是工业文明 两个文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而一旦我们中国实现了工业化 它的规模就特别大 因此影响就特别大 英国工业化一千万人 美国工业化一亿人 中国工业化十四亿人 当然有些人会扑我 说以后非洲人口会比我们多 以后印度人口会比我们多 但是呢 就我的观察 非洲 印度我都去过 我的观察 他们都遇到一个比我们更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 印度我去过 印度的妇女地位是非常低下的 种姓制度 根深蒂固 印度整个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 因此印度不具备自我工业化的能力 印度如果想自我工业化 它必须经历一场极其伟大 同时也极其残酷的革命 所以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工业化极其重要 能实现工业化的核心 现代制造业的能力的国家 是少数十分之一国家 然后我们是其中最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整体的工业化水平 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 然后呢 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工业的规模特别大 去年我们国家的制造业 占世界制造业32.4 合人民币39万亿 然后什么概念 基本上我们制造业 能与排在我们后面的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之和 就是二三四五名加起来 跟我们一样的 有这么一概念 所以我们工业的规模特别大 第二个就是体系特别完整 是吧 人类所有的工业门类都有 当然有一些门类 我们现在水平不高 我们能做但水平不高 但是我们门类很齐全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呢 就学习能力非常好 原来呢 我们有个弱点 就是创新能力不是很好 我相信有个十年 我们创新能力会上来了 是不是 OK 这就是中国人的底气所在 因为在工业文明时代 制造业是决定性的 对吧 而中国掌握了这个东西 知道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国就成为百年变局的 最大制变量 这也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们有机会 知道吧 第四次工业革命呢 在到来中 还没有到来 目前我们人类 所在叫5G时代 而我的观点是 5G还是属于 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 最新的一个步骤 还是属于3.5次工业革命 不是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哪呢 在如下五个方向 一个就是新的工业材料 现在我们用了所有的电器 所有的电器 它的材料是叫硅晶片 硅机材料 未来工业界认为 很有可能由碳机材料 取代硅机材料 现在我们议论比较多的东西 材料叫石墨锡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碳机材料取代硅机材料 效率会提高很多倍 这个就会引发工业革命 还有一个就是基因工程 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 第四个是量子科学 第五是核聚变 在这五大方向 酝酿着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尤其是前面三个 因为后面两个量子科学和核聚变 太伟大 以至于太难了 可能就是比较远 它也会发生革命 它比较远 在不远的将来 引发工业革命 大概是新的工业材料 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 那么这五大方向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美国的技术还是最好的 但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是什么呢 我们跟美国差距不大 下面就看我们下一代人 坦率讲就是你们这个年龄段 怎么努力了 能不能扬长臂短 中国人要把创新的短板补上去 美国当然他希望把产业 再重新给他补上来 这是一个竞争 这是未来中美竞争的关键 对于中国 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讲 未来三十年的努力方向 就是要全国同心同力 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 争取在未来三十年 让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发生在咱们中国 知道 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 那你们上对的起祖先 下对的起孩子 知道吧 那个是非常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 你可以假设 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 发生在中国 那么逻辑上推理 死后的中国 肯定拥有人类最好的技术 和最好的产业 技术好代表先进 产业好代表赚钱 所以你们的孩子 会生活在一个 非常先进 非常富有的国家 然后你们的孩子们 护照全世界免签了 对不对 那么说人币 肯定是第一货币 对不对 出国不用换费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由于中国前面工业化的成功 因此我们就有资格 参与未来的塑造 对不对 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那么如果这个塑造得好 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技术基础 生产力技术 就非常扎实了 对吧 但是反过来呢 也带来一个问题 对美国来讲 可能就是美国建国以来 最大的挑战 因为美国原来 一直觉得 技术上我一记绝成了 对吧 中国 中国在他看来一穷小子 你怎么赶上来了 他很不习惯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打压我们 所以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紧张博弈阶段是必然 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决定人类未来 然后未来 对美国来讲 可能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中国 所以他一定会紧张 对吧 所以中美关系变差 某种意义上是必然吧 但是我们不用怕 不用怕第一理由啊 就是我刚才讲了 近代国家最伟大 最重要的任务 工业化我们完成了 对吧 第二呢 从技术指标上讲 对任何大国啊 有四个指标最关键 第一个得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 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第二个经济得过得去 那么咱们经济呢 不如以前了 但是呢 跟别的国家比还可以 对吧 第三个就是科技 科技是核心生产力嘛 第一生产力 我们科技现在追得很快的 第四个就是军事 那么我们军事现代化 应该讲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呢 我们国家 虽然必定面临美国的压力 但是呢 我们第一 有制造业 现代化这个基础 第二呢 这几个关键指标都不错 所以不用紧张 另外呢 是这样 中美关系肯定是会有问题 那么受美国的影响呢 有些中国周边国家 也跟我们捣乱 比如说印度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也会做一点小动作 这大概是我们现在 外交上遇到的三大麻烦 一个美国直接压我们 一个受美国煽动 有些周边国家捣乱 但是 请注意 中美关系再重要 它不等于中国外交的全部 对不对 毕竟只是中国外交一部分吧 中国外交其实是四个部分构成的 大国外交 周边外交 发展中国家外交 和多边国际组织外交 那么 仔细梳理一下 现在我们 我们主要的压力来源于大国外交的美国方向 还有来源于周边外交的印度方向 其他还好 我们中国的大国外交三对关系 中美 中俄 中欧 也就是中美出了问题 对不对 周边 周边主要是印度嘛 其他还好吧 对不对 发展中国关系很好啊 多边国际组织关系很好啊 是不是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特朗普嫉妒了 我交的会费 在WHO 世界卫生组织 是中国的三倍 结果中国最后 讲话声音比我还大 是他不干了 跑了 退群了 是不是 这个 OK 这就是基本事实 我们中国外交肯定是有麻烦的 我刚才已经列举了三类麻烦 中美 印度 还有美国的小兄弟 我们有麻烦 我们有否认这个麻烦 但是放到整个中国的外交图景 其实中国外交还好 所以应对好中美关系 还是未来外交的主要任务 今年发生疫情之后 美国拒绝跟我们合 一 二月份 中国很困难的时候 美国是看笑话的 我们一 二月份非常困难 对吧 非常困难 那个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韦伯罗斯 公开地在电视上讲 中国有病毒好啊 有助于制造业工作机会 回流美国啊 因为讲这个话没有道德感 连美国的右翼媒体都说 你怎么能讲呢 这个可以想不能讲的呀 真讲出来了 连右翼媒体都看不惯了 这是一 二月份 三 四月份他们家有说了吧 他不去好好应对他们家的病情 他骂我们 怪我们 这些行为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啊 非常可惜啊 中美啊 今年没有因为联合应对新冠 而团结 反倒是进一步分裂了 在新冠发生以后 这过去八个月了吧 那个八个多月了啊 中美有新矛盾 一个就是美国甩锅中国对不对 把责任推过中国 一个就是老威胁要给我们脱钩吧 第三个是不是在中国的敏感问题 是不是动作更大了 最后的结果就很不幸 整个中美关系 它的下滑曲线是进一步下滑了 那么于是呢 现在我们中国的民众 特别是网民 现在有三个担忧 第一 担心中美全面脱钩 第二担心出现新冷战 第三 担心局部热战 是不是有三个担心 那么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中美全面脱钩不可能 因为中美的经济联系 社会联系太紧密了 但是局部的脱钩不可避免 而且已经发生了 比如说高端科技 高端新闻不给我们了 对不对 然后科技交流停顿了 然后那个卫生 就是医疗方面的合作停顿了 这局部脱钩肯定会发生 全面不可能 新冷战的问题倒不大 新冷战的 怎么说呢 我们跟苏联和美国的冷战比一比 就发现有几个不同 苏联和美国搞冷战 美国肯定是有责任的 但其实苏联也有责任 美国扩张主义 苏联也扩张主义 因为这个冷战打起来得双方 结果呢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问题不大 就我们这边挺隐忍的 对不对 特朗普天天说中国病毒 骂我们 然后他的助手 彭斯副总统 这个国防部长 国务卿 司法部长 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 叫四大金刚 天天骂我们 他是正国级 副国级干部骂我们 然后我们国家连部长那一级 都不理他 都讲 别闹了 中美关系回到正轨 对不对 部长都这么讲吧 我们真正 批评他的 就是我们外交部发言人 其实我们脾气挺好的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美国社会其实是不支持的 知道吧 新冷战必须美国社会支持 但美国社会不支持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盟友 一个都没有表态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新冷战问题不大 但是呢 最后一个担心呢 其实有点现实性的 就是局部军事冲突 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就是美国总统啊 发起战争的权力是很大的 美国建国244年 但是对外发起了 二百六十多场战争 这个里面 只有五场战争 是得到国会批准的 其他全部就是打了就打了 所以总统的那个 在发起战争问题上 他的自主权挺大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老特子 克朗普这个人 特别没法预测 对不对 他权力又大 又很难预测 因此理论上讲 他因为选举的需要 发起某种 局部冲突的可能性 还是挺大的 应对之道怎么办呢 应对之道就是 我们做好准备吧 坦率讲啊 只要我们准备的 做得很充分 让美国啊 发起军事冲突 得不到政治上的好处 反倒是可以避免 对不对 准备的越好 可能性越小 OK 这就是对这三个 担忧的这个 这个一个基本的回答 那么最后 关于东美的未来呢 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呢 这个中国的崛起 到了今天引发了美国的主张 紧张 然后中美就有矛盾了 这个事情呢 坦率讲是不可避免的 除非你不发展 你不发展 对吧 相对落后就没事 但只要你发展 他一定会遇到这个坎 你就到了这个坎 然后回避是不行的 只好面对 然后面对在未来一段时间 是很难的 至少未来 我觉得未来 是这样 未来几个月很紧张 从现在到1月20号 明年1月20号 新政府上台是高危期 从现在到未来五年 是困难期 因为未来五年 肯定是那个 美国对我们压力很大 从现在到未来十年 实际上是 每强我弱 我们战略防御期 大概这么一个 但是一个大的结论是这样 美国这些外部的阻力 我认为 不会影响中国的崛起 过去两年半 美国其实已经 使出了吃奶的劲 但是你们想想 我们中国的发展 还可以吧 每年还是六左右的发展 它是二 我们是六 所以从增量角度来讲 还是比它快 除非美国做到了 使了劲 我们的发展速度 降到二以下 比美国还慢 那个就追不上美国了 只要我的增长速度 五 六 它是二 二左右 我们使它两到三倍 最终的时间会告诉我们 所以大的结论还是这样 中美关系肯定是不好的 我们要做好相应的 应对困难的准备 要有底线思维 但是另一个方面又有战略定理 因为美国 不管怎么使劲 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 战略上我们还是在往前走的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 感谢新立成 独家贯民本次工业活动 学口才到新立成 金教授 以期近四十年 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深入研究 用浅显异类的语言 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 谅语连注的分享 新冠肯定如果是一个大考的话 那么咱们中国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现在我们就进入 更白时刻 因为我们的Arz 金小荣教授 您好 平常 我叫周汉时 是一名大三的在校生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们00后啊 是很关心国际新闻的 那么就我个人经理而言 我在美国在高中时期 是交换了一年 那么就我看到的美国社会 我觉得他们的市场上 是非常依赖海外市场的 甚至于是海外的产业 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工业化 在我当下看来 我觉得美国的工业链和产业链 是不完善的 是不完整的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 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我感觉特朗普政府 似乎非常的执着 要跟中国脱钩这个问题 它到底能真的脱钩的概率 有多大呢 它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 您怎么看 这样的 就是美国政府肯定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它也觉得 它的一个弱点就是 产业链不完整 美国其实还是有一些 高端产业的 人类的产业大概有一半离开了 但另外还有一半在美国 但那一半还是挺先进的 所以美国制造业还是有能力的 只不过确实产业链不完整 那么产业链不完整 带来很多问题 有一些技术都无法应用 还有一个就是低端的工人 没工作 生活水平很差 然后特朗普先生 他的脱钩 其实他一个目的 想把产业弄回去 对吧 但是我推算 他要想让世界的低端产业回去 不限时 所以 应该讲 他这个努力最后会失败的 中美完全脱钩 其实也不可能 只是部分脱钩 好 谢谢金教授 谢谢您 金教授 你好 你好 我叫孙月行 是一名英国的留学生 我想请问您一个跟科技正相关的问题 现在5G的手机 5G的网络 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城市 但是美国 却提出了6G的战略 您觉得这靠谱吗 您觉得6G会不会直接秒杀我们的5G呢 那么我作为一个外行 当然也关心这个产业 我现在有限的信息是这样 目前6G应该还是 大家在想象 就是在产业里面 现在其实是没有依据的 目前大家认为比较超普 而且比较先进的就是5G 所以美国想烙开5G 直接奔6G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好 我明白 那金教授 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您在演讲中提到 中国的制造业是最好的 在未来只会有中国制造和外国制造 但是在这一次 华为和美国的对抗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直接断供华为 造成了对华为的手机影响 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效应 而美国对中国高新企业的制裁 也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半导体制造业 也有非常大的短板 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中美对抗的局面下 我们还有机会吗 您觉得在这样一种数字铁幕的背景之中 我们还有这个追赶上的时机吗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去完成我们的超越呢 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我的表述有点问题 就是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业是最好的 我是说最大的 最大的 它跟最好还不太一样 跟最好还有差距 它是最大 目前我刚才在讲座里面讲到 到19年吧 我们制造业占世界的比例32.4 而且以后我估计还会再增加 我们制造业还在扩张 所以制造业最大 但制造业最大不代表最强 那么我们现在低端很好 我们现在中端非常厉害 但是高端我们还有缺陷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芯片 现在就是个问题 芯片呢我们低端也有 而且现在市场扩张很快 它中端就差很多 高端现在真没有 尤其是跟美国差距非常大 另外除了芯片 还有工业设计软件 大家都知道差了很大 还有精密仪器 还有不少短板 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我们过去跟美国有差距 首先还是历史积累 美国定义上博士后了 他刚上初中 它有天然的差距 只不过中国跟天才 我们从初中 跳级到高中 跳级到大学 跳级到研究生 就跟他在接近 接近得很快 所以他就急了 要打你了 这是一个情况 我们有一个发展过程 它积累也好 我们中国体系很完整 还有一个我们国家的 动员能力很强 现在我们不是遇到芯片危机了吗 然后现在整个行业在拼命地加班加点在统一 我个人相信有个五年时间 目前我们看到的美国卡脖子这些东西 我们全部都解决了 就是个时间问题 要有信心 好 谢谢金教授 谢谢 金教授您好 我叫杨典雅 是一名传媒专业的学生 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 美国在科技和政治领域打压华为 我们尚能理解 但是作为社交应用软件的TikTok 为什么也会处于美国的打压枪口之下呢 美国在打压TikTok的背后 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含义呢 美国打压TikTok它几个背景 一个就是战略敌意 刚才我讲座的时候讲了 美国把我们定义为第一竞争者 战略敌意 战略敌意 一旦一个人对你有偏见 看你是什么都不顺眼 这是一个背景 他对我们有战略敌意 有偏见 于是中国的东西都不顺眼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TikTok代表了跟华为不同的威胁 华为啊 代表了技术领先 就是5G技术很重要 然后它领先了 那美国现在的办法呢 一个就是用政治手段干预 就是让你的很好的5G产品败不出去 你不是投了很多钱吗 不让你败不出去 让你投资砸在自己手上 这是他现在使坏 另外当然他也在培养三星什么的 来追赶 这是对华为 那么为什么TikTok他要关注呢 TikTok代表了另外一个威胁 就是商业模式威胁 原来美国的领先不仅是技术领先 而且有商业模式领先 比如说 好多年前我们中国人不是很喜欢快餐 对不对 麦当劳啊 德基啊 当然现在这种快餐不行了 但有一段时间 它是代表一种很创新的商业模式 现在啊中国人呢 开始创造新的消费模式 包括电商 那么中国的电商等于美国 日本 欧洲之河嘛 因为这个巨大的电商才有了阿里巴巴 是吧 那么还有了中国的这个叫电子支付 就是网上金融 TikTok是很独特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是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 它就给你提供平台 这个平台呢 就一般人都可以参与 就是它的群众基础特别广泛 然后因为参与感很强 所以它广告效应就好 所以它收益也很好 对吧 然后 TikTok呢 除了商业模式威胁 它还有一个威胁 它很可能打破美国精英层 信息垄断 TikTok就是 让平民都可以表达自己 所以对美国来讲 一个商业模式构成了威胁 一个呢 对传统精英 对信息的控制能力 形成了威胁 谢谢老师 谢谢 金教授您好 我想请问您 您觉得中美在南海之间的博弈 真的会像许多网友说的那样 会是一个低烈度的热战吗 现在美国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 是几个海联动的 南海 东海 海海 联动 甚至有时候跑到我们黄海来了 所以这方面海洋压力挺大的 我看好多舆论 还有军迷猜测 危险比较大的确实是南海 最后以什么形式展开 我现在没法预测 我估计美国人 主要还是形成一种战略威慑 就是让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活动要减缓一点 美国呢 就是希望用这种军事动作 威慑你不许再搞了 另外一个 它通过不断地 舰机过来 它是补动 南海周边国家 胆子壮一点 跟我们闹 大概它的目的 就是直接跟我们发军事冲突 发生军事冲突 我觉得可能性小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要跟我们 出现军事摩擦 它不一定能赚到便宜 对吧